有点变化了 我就很想拿他的资料给你看 他在吃药 现在他就有点痛了 他之前这边不痛的 长大了 他是之前吃了把香药 吃了把香药 现在可能是静一下 静整了 吃了什么药 越莎吃的是 现在赶快给他换奥西蒂尼 有点写 奥西蒂尼 12号给他做穿刺 对 如果穿刺更准确 穿刺基因检测 更准确 但是有一半以上的机会了 可能会能配上第三 这是第一代 可能配上第三代 奥西蒂尼 不是 他要做穿刺 从2022年5月份就吃这个 对 就学识了 乔主任的视频 应该有纳药剩了 就两年多了 对 他现在这肿瘤又增大了 他还 新发现一个在美龙骨头 我知道 所以就是 就是耐药了 耐药了 所以他要再穿刺活检 再做基因检测 看看能不能配上第三代药 还有他这肿瘤有 或者他现在 他是有转移的 他一开始就是有转移的 是晚期的 所以现在就是给他 如果不做穿刺 就直接吃三代药 那他就先穿刺后 可以把点配到了 就吃奥西蒂尼 没有配到就化疗 化疗 化疗他就不想做化疗 但不想做怎么办 没别的办法 你先穿刺吧 那个有一半以上的 有可能能吃到第三代 或者你现在就给他 自己花钱买点第三代 然后给他吃 一个月以后 一查 好了 那就说明他是第三代 要到药店吧 可能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